如果说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信用的展示,今天,我们将一切以探寻和未探寻到的能源统称为新能源,未来,随着只有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,图片来源UP,中国是迄今为绝,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,我们以日本为例,日本共同社7月3日报道称, 中国企业正凭借雄厚的资金,其全海外得力资源相比于太阳能,风能等相对容易获取的资源,日本经济近期对可用于电动汽车上的金属力的投入堪称下大力度, 据日本独卖新闻近日报道,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可燃兵持续稳定生产的国家图片来源UP,中国攻克了未来的能源,可燃兵技术日本经济,近年一直在可燃兵开采上有非常大的分入, 比如,日本经济产业者,早就制定了一个,从2001年到2018年的18年长期开发计划,在无奈开采技术没有突破,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